欢迎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随时跟进我们的最新动态 我爱阅读,为你朗读 大家好,我是文艾 今天我要给大家读的故事是青蛙麦尼堂 作者是中国的记影 青蛙住在烂泥塘里 他觉得这不怎么样 想把泥塘卖掉 换几个钱搬到城里去住 于是青蛙在泥塘边竖起一块牌子 写上卖泥塘 卖泥塘哟,卖泥塘 青蛙站在牌子下,大声吆喝起来 一头老牛走过来 他看了看泥塘说 这个水坑啊,在里边打打滚 倒挺舒服 不过要是周围有些草就好了 老牛不想买池塘,走了 青蛙想,要是在泥塘周围种些草就能卖出去了 于是,他就去采集草子 拨洒在泥塘周围的地上 到了春天 泥塘周围长出了绿茵茵的小草 青蛙又站在牌子下面 大声吆喝起来 卖泥塘哟,卖泥塘 一只野鸭飞来了 他看了看泥塘说 这地方是好,就是塘里的水太少了 野鸭没有买泥塘,飞走了 青蛙想,要是能往泥塘里饮些水 就能卖出去了 于是,他跑到周围的山里找到泉水 又砍倒了竹子 把竹子劈开,一根一根接成水管 用它们把水引到自己的泥塘里来 等泥塘里灌足水以后 青蛙又站在牌子下 大声吆喝起来 卖泥塘哟,卖泥塘 可是,他的泥塘还是没有能卖出去 小鸟飞来说,这缺点树 蝴蝶飞来说,这里缺点花 小兔跑来说,这里还缺条路 小猴跑来说,这应该盖锁房子 小狐狐狸说,每次经了小动物们的话 青蛙都想,对,对,要是那样的话 泥塘准能卖出去 于是,他照着他们的话去做 栽了树,种了花,修了路 还在泥塘旁边盖了房子 卖泥塘哟,卖泥塘 有一天,青蛙又站在牌子下 吆喝起来 多好的地方 有树,有花,有草,有水塘 你可以看蝴蝶在花丛中飞舞 听小鸟在树上唱歌 你可以在水里进行游泳 躺在草地上晒太阳 这还有道路通到城里 诶,说到这里 青蛙突然愣住了 他想,这么好的地方 自己住挺好的 为什么要卖掉呢 于是,青蛙不再卖泥塘了 所以, Subscribe to!